好 继续我们要来带您关心 现在工作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在抢 尤其包括航空公司 真的是130位的空服员 结果来了5000人来抢这份工作 穿着正式服装黑色载裙 踏着高跟鞋走路还得维持优雅体态 这些都是参加空服员教考的标准条件 因为我本身是学礼宾接待的 然后对于服务人我也非常的有热忱 但我很喜欢跟人群接触 航空公司宣布将释出130名空服员职缺 却吸引了5000人报名 录取率不到3% 不过因为其心是一般新鲜人的两倍以上 想要摆脱R2K得经过一番激烈厮杀 才能抢到令人称献的空服员饭碗 而怀抱飞行梦的考生们可是人人信心满满 一直都想要当一个空杀碗 因为我是学英文的 所以想要学义自由 空服员也不再都是高跟鞋的天下 现场还出现好几名男考生 要和女生一较高下 不会要想成为专业空服员 除了语文能力之外 还得经过服务能力测试危机处理 从专业能力到体能条件 要想成为空服员遨游天际 内在能力和外在条件一样都不能少 真新闻直言风马慧婷桃园采访报道